在济南暴突泉公园北侧的深墙一角 有一眼老泉 盈盈清水 默默无声 却蕴含着深刻的哲理 今天的诗画72泉 带您去看《满井泉》 从兵戈扰扰到十和岁远 他历史微尘而来 看尽盛衰荣辱 暴突泉北 深墙一鱼 盈盈清水 惹人注目 这应该是不急 还有可能又是泉又是急 川流不息 景泉营 明秀亭前 默默清 英式夜来 春雨急 水高三尺 小持平 济南七十二泉诗中 水溢井口 泉营四季 满井泉 获得名于此 俯看水面 冷光乍现 若静之心开 然满井不营 小池未平 何哉 凡物营则亏 尔拳何自井 青人张善恒的涌满井泉 倒出哲理 于是这泉谦虚的 连起耀眼的猪泡 化作潜流 西柱落水 泉上层楼碟县 有鹅鹰瓷似顺飞鹅黄女鹰 北宋文学家曾拱 又见洛元堂和栗山堂 一躬十者往来 岁月更迭 古殿堂数度一鸣 演化为今日之三大殿 而堂下的这处老泉 也几度淤色 直到一九九七年 才重见天日 千古兴亡多少事 这泉他不问是非不争高下 满意盈亏间 是跃进世事的淡然